朋友们好 我是小荣 今天在室内给多肉换盆 我的这两颗多肉呢 经过了一个夏天都长大了很多 现在呢刚刚11月 所以呢决定给它们换盆 左边这一颗呢是红宝石灰光 右边这一颗呢是静叶 非常可爱 两颗小小的 像两朵玫瑰一样非常漂亮 我很喜欢 那我呢就给它们准备好了换盆的一切东西 这个呢是石子 洗干净的石子 这个是黄沙 石子和黄沙呢是 我给多肉换盆 必须要用的东西 这个是花盆土 给多肉植物也是可以用的 只要你适当的加一些东西 第一件事呢是在花盆的盆底呢 放一点厨房纸 大约一两层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另外呢要准备一些工具 需要小一些的 所以看上去呢很像是玩具 首先呢在这个盆底里放一些石子 这样呢是为了防止多肉在冬天烂根 然后呢再加上花盆土 鱼黄沙 如果你有颗粒比较小的石子呢 加一些进去也可以 不加也行 这个呢可以随意 因为盆底已经有石子了 那么把它们拌合好 喷一些水物 看到花盆上都湿漉漉的 都是我刚喷的水物 然后呢就分别把这两颗多肉呢 种到里面去 种的过程呢比较麻烦 我就不放了 其实也就是把它放进去 注意让它们感觉到舒服就行了 可以看出来呢 它们换了新具以后都很舒服的样子 我呢 看它们舒服了我也舒服 感觉呢它们像是在对我微笑 我还放了些石子在上面 我觉得这样呢 会增加一种圆灵感 另外呢 千万不要在一周以内给它们浇水 刚才已经喷过雾了 泥土是湿润的 千万就不能浇水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